DK 哈佛!大家好!我是程小妹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PHAT的天源之花 公本舞臟 眾所周知 FGO 裡面的相同的角色 有不同 的直接以及造型 這次開箱的舞臟 直接是 Saber 这形态是第三在零的姿态 此形态有四把刀 手持的是火之刀和水之刀 零件不多 组装起来也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非常容易 这只我觉得是喜欢FGO朋友们非常熟悉的角色 经典的Saber直接 个性大叔 外表欲解的老司机 又曾是FGO极力捧红的亲女儿 PHAT这只的做工和价位我觉得非常不错 面雕的表现很直观的就是好看 头发的部分则是在法尾使用了透明材质 让法丝的层次称称往上串 和游戏一样 五脏身着奢华纹样的和服 衣服的纹理和身上的绑线极其复杂 在这样复杂的衣着上 质感和涂装非常精细 尤其在肚脐间的做工 更是让我觉得这质感舒服了 衣服间的皱褶感也表现得非常好 从和服还有小背心缝隙间露出的肌肤成为神来一笔 体感上露出的身体部位不算太多 但却有一种都看了个光的感觉 惹的人心里都痒痒的 诶...还是是因为这几粒小葡萄干给我的错觉 老司机时间请五脏示范一下如何玩这把刀 也别忘了内衬 连内衬都做出来真的是非常符合玩家心理 非常细节 至于刀的部分我觉得是水准之上了 刀身刀柄的光泽很真实 不过却是用塑胶材质 拿到的时候还因为重量太轻而有些诧异 做的也太有金属感了吧 也没有因为刀鞘藏在衣服深处涂装就胡搞瞎搞 不过略为可惜的是 我觉得面雕的地方还是有些角度限定 正面看是非常好的没问题 左侧或右侧就会觉得五脏的笑容很刻意 下巴也太尖了吧 到底做了多少衣美 水火之刀的透明特效用于点缀很不赖 不过细看还是会觉得有些杂质 总的来说我是觉得没啥问题 曾被PHAT的战功下退 不过看起来这支是没中枪 对FGO有爱的朋友 这支情怀角色肯定是要收起来的吧 是2020年的老物了 我自己也是碰巧看到 机缘巧合之下才有幸把它给收了 最后再让我们看一下整体吧 我是陈小妹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